不少人對於計算自己買樓的開支或負擔能力都不清楚 如果你對置業沒有一個基本概念 但又想初步了解不同樓盤的首期或供款金額的話 其實有幾個手機的Apps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你過去幾年已經有一定的儲蓄金額 可以試用這個Apps去分析和評估買樓的計劃 打開Apps之後在主業的地方按加字 然後選擇計劃買樓 答幾個簡單的問題 例如你的年齡是否第一次買樓 每個月的收入 現有的總儲蓄金額和平均每個月儲多少錢 輸入計劃要置業的年齡之後 Apps就會根據你的情況幫你做一個準確的分析出來 然後這個Apps就會根據銀行的股價 去列出你可以負擔到的物業類別 然後你就可以按回地區和類型等等 去選擇你深水的物業 選擇了深水的樓盤之後 Apps就會幫你計算物業的按揭和首期 按揭按揭的詳情之後 就可以見到更多重要的金額數字 如果你想初步了解不同樓盤 其實一些地產代理或者是網上平台的Apps 都可以幫到大家 今天我就簡單地介紹一下 中原地產和28House的用法 打開了Apps之後就可以按買樓 然後在篩選的地方 輸入你想要的金額和面積等等的資料 然後你選擇了深水樓盤之後就可以按揭 看一看不同的街景、video和相片等的資料 周年銀行都會有一個簡單的即時股價 拉到下面的地方就會有一個按揭的計算表 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資料去做一個預算調整 例如你想要按到八成 你就拉過去 然後橫款期可能你想要三十年 你就可以看到你每月的供款數字大約是多少 拉到最底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你第一次置業的總開支大約的金額是多少 打開我要買樓 然後按住宅 關掉之後就會有很多不同的樓盤選擇 選擇你心儀的樓盤之後就可以按這裡 這樣就一樣地可以見到一個按揭的計算表 然後根據你自己的預算去設定 然後按詳細結果之後就可以見到你每月的橫款額 或者是你的首期大約要付多少錢 最後都要提醒大家一句 買買物業始終都是一個大投資 投資一定會有風險的 所以你做決定之前一定要考慮清楚 belki來… repeat後 sağ解 分這節 分這幾乎 分 이兩人 發 coin 愉 рассказ